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这一节课我来给大家带来啊 简单快手版的羊枝甘露做法 我们以前的视频呢 羊枝甘露啊 大家有时候觉得打那个羊枝甘露沙冰太麻烦了 所以呢 这一节课带来另外一个版本啊 简单快手的 一个是我们的羊枝甘露粉 一个呢 是我们的高达椰浆啊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新鲜芒果切的颗粒啊 一个是我们的啊 西柚颗粒酱啊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西米 好了 简单的呢 原材料啊 就介绍完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来教大家做这一款饮品 首先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西柚颗粒酱 我们羊枝甘露呢 里面是要放西柚的 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但是呢 西柚啊 或者是西柚罐头 打开了以后啊 都很容易坏 基本上呢 几天啊 就坏了 你用新鲜西柚也是一样 坏得很快 我们这一款呢 红西柚颗粒酱啊 它打开以后啊 能放几个月 非常的方便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啊 它里面全部都是西柚颗粒 但是呢 我们这个里面啊 因为比较稠 所以说呢 我们用的时候啊 可以呢 稍微啊 瓦个几勺出来 然后呢 稍微接一点水 给它搅拌一下 就是把它稀释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瓦了几勺了以后 然后加了点水 稍微搅拌了一下 稀释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它这个西柚颗粒啊 就没有那么稠了 这样呢 用啊 就很好用 我们用水搅拌稀释了以后啊 就这样放 还能放好多天 如果呢 像刚才的那个瓶子里面啊 打开以后呢 放冰箱冷藏 能放好几个月 所以说呢 它的保存方式啊 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 用起来啊 也很好用的啊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啊 来制作这一款饮品啊 羊枝甘露 我们做的呢 是一个500毫升的量啊 首先呢 我们取一个500毫升的雪克杯 我们在500毫升的雪克杯里面啊 放入我们的专用羊枝甘露粉 60克啊 然后呢 我们加入啊 少量的热水啊 给它搅匀 搅匀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高达椰浆啊 40毫升 加入完以后呢 大家多放点冰块啊 补大量的冰块和少量的水啊 把它一起补到500毫升 补到500毫升的以后呢 非常简单 我们给它雪克摇匀就可以了啊 大家呢 摇的时候啊 稍微摇均匀一点 雪克摇匀了以后呢 我们呢 这个时候啊 取一个500毫升的杯子 我们在杯子里面啊 首先呢 放入一点芒果颗粒啊 就是新鲜的芒果块 然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 可以加一个两勺的西米 加入完西米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把我们制作好的这个饮品啊 给它倒进去啊 倒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上面啊 放入我们的稀有颗粒啊 就可以了 这个稀有颗粒呢 就是刚才我们稀释过的啊 非常的好用 保质期呢 也很长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一杯呢 简单快手版的羊枝干露啊 就做好了 是非常的好喝 制作方式啊 也是很简单的 好了 这一档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 都可以问我 关注我 叫你做更多的奶茶音频